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1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翼的节目 我们今天就一个主题 佩洛西赛国会代表团8月2号正式访问台湾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8月1号直播翼的要问简报 第1个 纽约市长亚当斯和卫生官员 瓦桑7月30号宣布 因为猴斗疫情纽约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关于警告说 纽约市大约有15万市民 有15万市民可能面临感染的风险 纽约市长表示将会尽快提供疫苗 此前纽约州州长霍楚 在7月29号宣布 全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 他说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猴斗病例都在纽约 对高危人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整理会整的数据 纽约州截止 截止7月底已经记录了1345例猴斗病例 为感染病例最多的州 加州出现了799例 旧金山市在7月28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第二 土耳其国防部8月1号表示 第一艘运载乌克兰粮食的船只 已经驶离了南部奥德萨港口 这艘货船装载了26000吨玉米 预计在8月2号到达伊斯坦布尔进行检查 据悉乌克兰第一批粮食总共有16艘货船组成 目前其他船只还在等待出发 船只将首先抵达伊斯坦布尔 之后预计前往非洲 特别是索马里 全程大概需要一个半月 预计乌克兰将会未来在几个州之内恢复 农产品的出口 第三 国家统计局7月31号公布 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 PMI 两个数字双双下跌 七月份官方的 制造业PMI下跌到了49% 50以下就收缩 比6月份下跌了1.2个百分点 创三个月以来的新低 其中生产和新订单指数都跌到50以下 两项指数连续两个月的下跌 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指数也有所下降 回落到了53.8 比6月份下跌0.9个百分点 虽然处于扩张水平 但几季度在下降 国家统计局表示 下跌的原因是7月份 传统生产淡季 市场需求释放不足 另外受到高耗能产业景气度下跌的影响 第4 大月1号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宣布 C919国产大飞机完成了领证试飞 民航专家说 完成取领证试飞是中国大飞机C919 投入商业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 那么接下来C919需要等待 中国民航 中国民航总局颁发试航证 取得试航证之后 C919可以正式在国内投入商业 商业运行 商业飞行 C919是中国自行研制 商用飞机 那么座位是158到168座 航程是 4000到5500公里 目前C919的 订单来自28个客户 815架 2009年1月 中国商飞 商用飞机公司首发150个座位的大型客机 取名叫C919 2017年 5月完成首飞 第5 中子研究院8月1号发布最新的数据 7月份中国百城住宅均价 平均是16204元 环比有涨 转跌 跌幅是0.01 京津济地区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14% 涨幅靠前 百城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下跌0.09 跌幅比上个月扩大 7月份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也有所增加 第6 上周刚刚宣布解除隔离的美国总统拜登 7月30号 检测再次呈现阳性 白宫医生奥康纳在声明中说 这是个罕见的富洋病例 拜登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也不需要接受新的治疗 在使用Paxlovid的病人当中确实有少数会出现富洋的情况 此前拜登在7月21号首次感染武汉肺炎 出现了轻微的症状 7月26号检测转为阴性 之后一直为阴性 现在又富洋 第7 中国恒大最近发表公告 他的南昌子公司缺25号 收到仲裁决议书 其中他持有的12.8亿 圣经银行的股份可能被强制出售 根据公告 仲裁申请人在2021年7月 为恒大集团控股实体借款提供担保 恒大南昌以 12.82亿圣经银行的股份作为抵押 借款人到期未能还款 也就是恒大集团没有还钱 申请人要求法院执行恒大南昌抵押的圣经银行的股权 法院指出申请人对该股份有优先授长权 优先授长权的范围包括 申请人履行 担保责任 偿还73.06亿元 资金占用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久前恒大刚刚宣布上半年的销售业绩 1到6月份总共实现销售金额122亿 比2021年下跌了83% 合约销售面积119万平方米 下跌87% 第8 美国宇航局表示 中国的一枚火箭7月30号落回地球 表面 但中方没有提供任何的信息 告知这些碎片可能的飞行轨迹已经坠落的地点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根据美国太空司令部长征5号 火箭的碎片 在当天下午 就是7月30号下午12点45分 在印度洋的上空进入大气层 美国宇航局的局长纳尔逊表示 没有接到中方通知碎片散步 撞击位置 可能的坠落地点等任何具体轨道信息 所有航天的国家都应该遵守既定的做法 提前分享这些信息 以便 预测潜在的碎片撞击风险 确保人员的安全 非盈利的研究中心航空航天公司表示 中国让 2.2万公斤的火箭 整个核心主体 以不受控制的方式返回地球 是极为鲁莽的行为 是极为不认道的行为 我认为 7月24号 长征5号B发射升空 将实验舱送入天宫空间站 这是中国火箭2020年以来首次发射 第3次飞行 第9 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最近 最近播出的节目发现 中国正在谈判 购买南太平洋战略岛屿 包括所罗门群岛的一个深水港口 以及一座二战期间建造的简易机场 报道指出 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林业集团的一个代表团 2019年访问了这个岛屿 当时在场的人说 中国代表团对岛上的树木没有任何兴趣 相反 他们一直在问 这个码头有多长 水深有多少 节目还透露 中国看中的是所罗门群岛的 科隆班加拉岛上的林业种植园 如果中国公司购买了这个种植园 将直接控制这个岛三分加二的土地 其中包括港口 海洋基地 简易机场 这个港口是所罗门群岛最好的天然深水港 可以 立即给大型船只使用 报道引述澳大利亚的专家说 长远来讲 中国何可能将他在所罗门群岛的 经济前哨基地用于军事目的 根据澳大利亚媒体获得的文件 2020年中国向所罗门群岛的议员行贿 将近300万港澳元 操纵他们推翻总理的不信任东一案 投反对票 以确保总理保住职位 第10 国家网讯办公布 上半年累计约谈网站平台3491家 警告3052家 罚款283家 暂停功能或者更新419家 下降移动应用程序177家 取消网站许可证或者备案 关闭网站 12292家 看网信办非常忙 上半年网信办开展了所谓的 清朗系列专项运动 专门整治 网络直播和短视频 进行 查处雷达 你看看 雷达财经网 体育大生意 趣闻头条 浦江财富等网站和账号 网信办判定他们违规从事新闻信息服务 另外还下架了爱豆 明星派 星办等应用程序 网信办一直在 封杀中国的媒体 网络媒体 11 求是杂志8月1号刊登国家卫健委的文章 文章指出 育林妇女生育医院持续走低 十四五期间人口将会呈现下跌的趋势 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 中国育林妇女生育医院持续下降 平均打算生育子女的数量为1.64个 数字是2017年1.76 2019年1.73 其中90后生育医院只有1.54 00后只有1.48 家庭规模将会继续缩小 2020年平均家庭的规模是2.62人 低于2010年的3.1人 生育 意愿下降的原因是经济负担 子女照顾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等等 文章预计到2035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 将会超过30% 按照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4% 老龄化社会 超过20%就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 那30%那么就是超超超老龄化社会了 12 新西兰从8月1号开始全面开放国际旅客入境 允许国际旅客留学生入境 游轮也可以停靠新西兰的港口 条件是海外游客和留学生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并且在入境之后 接受两次快速检测 入境后不需要进行隔离检疫 每年10到4月份 10月份到第2年的4月份 是新西兰的旅游旺季 新西兰政府希望旅游业能够快速得到恢复 新西兰今年2月份开放本国人的入境许可 三月份对澳大利亚开放 5月份对美国英国等免签证的国家旅客开放 但需要家居隔离 现在是全面开放 第13 歌曲江南style的创作 创作演唱者 韩国的歌手 PSY 近日在韩国的江源道举行演唱会 演唱会结束之后 一名蒙古籍的工作人员从15米高的金属架 坠下 宋苑抢救无效死亡 根据Sign的经纪公司 发表的声明说 意外发生在7月31号的下午 演唱会结束之后 工作人员进行撤厂工作 一名20多岁的男性工作人员在拆卸 顶端的照明过程当中意外的坠落 送医院的时候心脏已经停止 公司表示悲痛 向死者家属自已深切的哀悼 会采取措施 防止同类事情的发生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今天主题 佩洛西率国会代表团 8月2号正式访问台湾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 专机在夏威夷关岛停留之后 8月1号凌晨4点 20分抵达 新加坡巴叶利巴空军基地 开始他的亚洲访问行程 佩洛西与6名国会议员代表团与新加坡总统哈利马 和总理李显龙会面 新加坡外交部表示 佩洛西在新加坡停留两天 李显龙在会面的时候指出 代表团对新加坡的访问代表美国在本地区强有力的参与 双方讨论了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倡议深化美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参与 李显龙还与代表团就乌克兰战争 台海局势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李显龙强调 稳定的美中关系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哈利马总统和国会代表团对于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的良好和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表示肯定 佩洛西8月1号下午出席美国商会 的级委酒会 佩洛西的行程是 1号到新加坡 2号访问新加坡然后转场马来西亚 CNN的报道说台湾和美国的官员分别证实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行程 台湾官员说佩洛西和国会代表团将会在台湾停留一晚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佩洛西和国会代表团将于8月2号抵达台湾 在台湾停留一晚佩洛西将会会线 台湾蔡英文总统和其他政府高层 并且会访问台湾的立法会 立法院 美方认为既然要到台湾就没有高调和低调的差别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罗金7月29号报道说 佩洛西访台计划预计会发生 可能在 可能在访问马来西亚前 前后前往台湾 法兰西亚之后前往台湾 时间可能是8月2号晚或者8月3号上午 韩联社8月1号报道说 韩国国会议长金正卓 将于8月4号上午 与佩洛西会面 之后会后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并且共进午餐 所以我们把佩洛西的行程顺一下 8月1号 新加坡 8月2号马来西亚 8月3号台湾 8月4号韩国基本上是这样 佩洛西的行程表明中国并没有真实的实力支撑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看上去很强硬但是没有卵用 这话让中共很难受 特别要讲一下 第2 美国对华政策并不完全是由拜登政府控制的 佩洛西访问台湾是个典型的例子 佩洛西作为国会领袖 他访问台湾带起了一场旋风 改变了目前中美关系的基调 第2 第3 佩洛西访台对美国民主党的中期选举有帮助 正如疫区 正如我们之前预期 台湾西南空域8月1号上午热闹非凡 解放军战机 在8月1号的上午9点 9点05分 两次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 高度是7000米 美军的P8A反潜机 E8C指挥机上午 同时 在台湾 西南空域进行巡航 巡航在这指挥 指挥机都去现场 台湾空军的P3C反潜机 也出现在这个区域 美国 解放军 台湾空军 三股军事力量 在这个区域进行较量监视 解放军的其他动作包括 8月2号凌晨2点 到8点 8月3号的下午5点 千里之外的雷浊半岛西部海域进行射击练习 这是一个 第2个 那就剩下的就是视频 视频动作 中央电视台7月31号播出 东风17 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视频 在电视里面播放 虚拟的 东风17射程是2000公里 是一个叫华翔飞行器 HGV 目前还是一个研制阶段 是第2个 第3个 还是中央电视台播出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举行夜间对抗空战训练 几架飞机午夜 近日 近日不知道什么时候 尽可能进到这个7月份 7月初都有可能 然后解放军战机午夜 从浙江东部的一个机场升空 模拟低空突防 突破对方的地面防空火力 直飞指定空域 然后驱离目标之后 飞行员在相应的位置警戒巡逻 北部战区两艘 军舰 一个是055 055型万吨大区 两艘 加一艘052D导弹驱逐舰 组成的 舰艇编队 开展连续10天的海上训练 排水量6000多吨的大型 巡航救助船 海巡06 7月31号 海巡船也拿出来用了 离开福建的平潭 在福建一带 开展为期7天的 巡航执法活动 执法活动 这些都是 不要本钱的所谓威慑 只能是对内宣传 实际用处是零 解放军不敢动 动都不敢动 怕引起美军的误会 然后这个东部战区 第4 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的微信公众号8月1号发布 发布了三句话 叫严正以待 听令而战 埋葬一切来犯之敌 向着连战胜战前进 喊口号 喊这种不要钱的口号 这个唾沫 唾沫抵御敌 那么除了台湾东南空域的飞机其他基本上你就看到都是 纸上谈兵 美军的动作 看看 有没有口水 北京大学旗下的南海战略态势 感知数据显示 美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千里机动 8月1号已经到达了菲律宾海 目前的位置是位于巴士海峡以东的附近海域 距离台湾大概是七八百公里 也就是说里根航母打击圈已经覆盖整个台湾 那么从部署的态势来看 美军的动作与佩洛西访台有关系 就是航母战斗群里根已经到了这个 已经到了 菲律宾海 再往前就是就到台湾了 第2 日本琉球新报报道说美军向日本 日本的冲神基地加首纳基地 派遣了十几架军用飞机 包括9架 K-135空中加油机 9架 两架美军航母的用于航空母舰的 叫C-2灰狗式的舰载运输机 一架 迪利波里号两极突击舰舰直升机 MH-60 日本的媒体研判 美军的动向与佩洛西访问台湾有关系 你看看这就是全部都是配合 航母打击群作战的这些配套设备全部都上了 第3 美国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加拿大五个国家 8月1号在夏威夷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 联合军事演习 名字叫太平洋龙 特地叫龙 韩列社报导说 美国这五个国家 展开的联合军事演习是从8月1号 到14号 在夏威夷海域 夏威夷海域大家知道 跨过来就到了 就到了台湾 它是针对朝鲜导弹 弹道导弹探测 追踪的联合军事演习 演习期间正值26个国家 参加的环太平洋军演 也是增强对朝鲜弹道导弹的把标探测能力 共享把标信息 演习时间是1号到14号 会看这个气象条件 还有就是环太平洋军演的日程做出调整 这是第3个第4个 美国跟印尼8月1号开始 两个星期的联合军事演习 演习的名称叫超级鹰之盾 超级神鹰之盾 美国和印尼的演习 参加演习的部队 4000人 然后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三个国家的部队邀请参加 演习在印尼西部的苏门达拉岛和廖内群岛 进行演习 参加演习的美军指挥官史密斯少将说 这确实是一次建立信任 团结 相互理解 提高应对能力的演习 美国表示 演习旨在推进区域的合作 支持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 美国和亚洲盟友对中国在太平洋区域的越来越强硬的态度 表示日益关键 这是第四 第五 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军演正在进行 2022环太平洋军演 6月29号到8月4号举行 覆盖什么 覆盖佩洛西访问台湾 的时间 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情况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叫帕帕罗 帕帕罗中将主持这支军演 皇家加拿大海军 日本海上自卫队代表将担任军演的副指挥官 这边是加拿大 这边是日本 中间是美国 美国邀请四方安全对话的四个成员国参加 五个南中国海国家 就是菲律宾沿着南中国海 的五个国家 总共26个国家参与 这次演习显示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动员能力 参加这次演习的包括 38艘舰艇 4艘潜艇 超过170架飞机 和25000人 这次演习将涵盖 反潜 反舰 制空等课题 中国曾经在2014年 应邀参与环太平洋军演 到2018年美国不满中国在南海 持续的军事扩张 撤销了邀请 这是整个的 大家可以看到 围绕着中国有四场军事演习 然后围绕着中国 然后美国里根号 航母打击群 已经进入了台湾的 覆盖范围 这是美军的动作 美军没有口水 直接全是硬打 实打实的 军事演习就在旁边进行 在北京 中国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 庆祝见经诀 央视报导说 央视进行了一个报导 视频当中看到 习近平和七名政局常委 加上王岐山入场 每个人神情肃穆 没有效益 没有任何效益 习近平落座前稍微挥挥手 在视频当中 习近平有一点 晃动 有点晃动 虽然这个 央视的镜头给的时间很短 但是你在视频当中看到 习近平 有一点 不受控制的那种晃动 头部晃动 这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表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佩洛西如果前往台湾 将导致严重后果 8月1号在记者会上说 中方将严正以待 解放军绝不会做事不管 中方必将采取 坚决 坚决和有力的反制措施 然后新闻稿以外 他说 他在记者会上嘟囔说 自于什么措施 如果他敢去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就拭目以待 进入8月1号 中国官方媒体开始降低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调子 在整个官方媒体当中 只剩下了对外宣传的环球网 和 叼盘胡锡进 单打独斗 叼盘胡锡进一扭头发现全跑了 就剩他自己了 环球网在8月1号的头条部分有三段跟佩洛西访问有关系 一个是外交部正告美方 人民解放军 绝不会坐视不管 第2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见佩洛西 敦促 保持中美关系稳定 第3 东部战区重磅发布 口水了 严正以待 听令而战 然后就 胡锡进的视频 胡锡进的这个微博 一个小时前 应该两个小时 这个他最后 发了一段 帖子 最后他是这么说 他说最后我要说 中国这次一定会致力于让包括美国鹰派在内的人都清楚 台海的红线踩不得 中国国家利益红线踩不得 谁踩了 必将 必遭非常强烈的报复 他所遭受的损失一定比他实际捞取的利益大得多 这话呢 就明显底气不足了 跟之前的气势汹汹说要击落美军战机 击落佩洛西专机的态度 天壤之别 好 今天到了8月1号 新华网人民网已经没有 你在首页上已经看不到佩洛西的名字了 赵立坚记者会 赵立坚记者会的内容也没有 刊登的内容已经不是 佩洛西的内容了 新浪微博热搜榜上涉及台湾的话题戛然而止 前50条没有台湾两个字 国际关系学者宗涛说 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上个星期刚刚通了电话 他认为两国关系不至于因为佩洛西访台而恶化 中国会更着眼于稳定国内局势 他说近期中国一直在台湾 问题上表现出退让的姿态 他说说几句不好听的 红线快北刃踩成红地毯了 再踩两脚有什么关系 基本上中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现在主要的目标还是在20大上 台湾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只是一个引导情绪发泄口 尽可能获得民众支持而已 钟涛说 目前在微信等国内社交平台上 很少人在讨论佩洛西亚洲之行 或者访问台湾 北京清华大学独立学者吴强认为 很显然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对抗做好准备 对于中国而言 这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起点 而手中握有的对抗筹码并不多 解放军通过导弹危机等策略 其实存在一定的风险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中国对佩洛西访台 以及在亚洲的行程 从高调的反对到逐渐接受 默认 再发生这样一种姿态上的变化 反映国内内政的情况 情形 吴强认为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渐行渐远 但双方都不愿意 都不希望发生战争 基本上这个主题就讲这么多了 我这里面有两点 第一点 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的局势就看得很清楚 佩洛西访问台湾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一开始就不会改变 为什么 第1个 拜登政府的确对佩洛西访台的行程 没有控制力 我认为是没有控制力 佩洛西想去 拜登总统也拦不住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国人肯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认怂 凭什么认怂 对吧 你不是有很强大的实力 你要有强大的实力 你有什么反制措施使出来 所有的反制措施 不会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发生的 反制措施一定是在你发生之前 发生的 对吧 外交部赵立坚说 我们要采取反制措施 所有的反制措施都是阻止事情发生 而不是事情发生之后来反制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到目前为止 中国采取了任何反制措施吗 没有 纸上谈兵 谈兵还都是纸上 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这件事情不可能改 中国的这些动作 不要本钱的动作有什么用 你跟航母战斗群 从新加坡一直开到台湾海峡 你这个动作 差距有多大 你那些军事演习 朝天打机关枪有什么用 没有卵用 第2个主题 讲讲新华社 新华社最近的调子在改变 中国疫情防控的主要措施是核酸检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7月29号 发布一个通知要求全国各地 互认核酸检测的结果 通知说 不同地方不同渠道的核酸检测结果 具有同等效力 各地政府不得以未在本地进行核酸检测为由 拒绝市民通行 不得要求市民重复进行核酸检测 在通知发出之后 8月1号 已经有多个地区开始 开展这个互认核酸检测的工作 大家知道如果把这件事情打通的话 意味着什么 核酸检测的生意就完蛋了 理解吗 你想一下 我辛辛苦苦在这里做核酸检测 这人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另外一个地方的核酸检测 跑到我这儿认的话 我控制不了了 地方政府就控制不了什么 控制不了当地居民的核酸检测的情况 因为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去 控制这些人群 北京健康宝已经增加了导入外地核酸检测结果的页面 上海的随身码已经实现了长三角 核酸检测互认 市民到达上海只需要出示 出发点的健康码 和48小时核酸检测 就能离开火车站 广东的月康码可以识别湖南省的 核酸检测证明 辽宁省的辽市通 吉林省的吉祥码可以随时切换 省内核酸检测资料库和全国资料库 那么 那么从事健康码大数据开发的专业人士说 各地的健康码和核酸检测结果是由当地的大数据局管理 实现护人的技术成本是比较高的 因为各地的数据库如果各度过度开放 会出现那个数据安全隐患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国务院小程序 国务院做个小程序做好数据接口 全国各个省 把数据 和国务院小程序 这个接上 然后在国务院的小程序实现 不过呢这个其实问题不大 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第2个就是疫情,全国的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的局势 国家卫健委通报7月31号全国新增33例确诊 244例无症状感染者 我相信这是数据不正确 甘肃广西 感染最多,那么北京新增1例入境 病人是7月20号入境 集中隔离7月31号确诊 20号入境 31号确诊 我不知道他这个这个是怎么 怎么做的隔离 理论上来说 入境的时候他感染了 31号那个时候肯定不是入境的时候感染,是在集中隔离的时候感染,为什么 他都好了 奥密克戎到31号20号如果他感染了,他都到31号他都已经好了 还确诊 那肯定是集中隔离的时候感染 那么上海市7月31号没有新增感染病例,是7月1号以来的第1次 静安区,普陀区,红浦区 仍然开展三天两检 所以上海 上海最近的动作非常的奇怪 他既没有新增感染病例,却在持续各个区 都在进行检测 估计是要把这个检测费用用掉 海南省在7月份引进了全球唯一的 这个预防药 这个武汉肺炎预防药 这个药物呢是阿斯利康出的,这名字叫恩士德 那么接种两剂之后可以降低这个感染的机会 这是一个预防 那么接种半年 半年之后仍然可以降低83%的感染机会 那么对BA4,BN5的变异株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恩士德在7月9号在博敖 这个首先使用 博敖这个 目前只有瑞金海南医院 和博敖超级医院可以接种,两个医院可以接种 不能够医保报销 价格是13300块 这就是 过去三个星期有100个人接种 那么 有100多人专门坐飞机去博敖接种 博敖超级医院,他们医院有60到70人 主要是青少年跟老年人,青少年主要是出国留学 老年人是预防提高免疫力 博敖乐成通过中间商 采购了这批药 2000万,那么中国可以把任何事情变成赚钱的生意 这批药物足够使用一年 这个药物在英美地区反应并不太好 美国制定了170万 到目前不够 接种不到20万人 英国 只有16.5万人接种 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么 不是效果就是 反应并不是很强烈 西方国家 反正就是个大感冒感觉 新华社8月1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有点有点意思 那么文章说 总书记习近平7月28号组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部署当前经济形势 那么他说当前经济运行正在处于决定 全年趋势的关键节点 要全面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巩固经济回升的 向好的趋势,力争实现最好的结果 新华社的稿子里面就强调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工作 这句话其实是政治局的决议 他这句话主要是处理疫情和经济的关系 就是两个都重要 习近平的政策策略呢 习近平的这个政策就是 动态清零 动态清零的理由叫 最大程度的保护人民生命健康 但是背后是习近平的政治利益 习近平6月28号 去武汉 在武汉讲了一大堆,关于动态清零的理由 抱歉 当时他的说法叫中国人口技术大 搞集体免疫之类的防控政策 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我们宁可 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 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 这话是这样原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 宁可经济受一点影响,受一点影响,当然对他说的受一点影响,其实就是 经济就是基本上不管了 但是呢 到了7月28号政治会议就说 他也说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动态清零,外方输入内方反弹 但是他说 这个政治决议其实是这么说 出现疫情必须严格防控 这句话没错 该管的要坚决管住 绝不能松懈厌战 这个话没有错 但是他翻过来讲 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实际上呢就是 经济要发展 疫情要防住,这个社会要安全 就是三方面全部要 要守住 所以这次新华社的评论 突出讲什么呢 突出讲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平衡,其实在强调这个平衡 也就是新华社的调子在变 大家知道 新华社一直都是习近平的粉丝 习近平的 习近平的铁粉 铁杆 而且一直在 他跟人民日报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新华社一直在坚持动态清零 这次评论文章 有 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而且 他把这个疫情防控措施和经济 经济提到 同样的高度 他在文章中说 要整治疫情防控一刀切 要防止这个层层加码的问题 要在尽可能保证人民 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 他说 面对疫情大考 中国科学精准落实动态清零 让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主动 讲了一堆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呢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往 往哪个地方,动态清零前面 加上什么 科学精准 那么之前的副总理孙春兰4月份到上海的时候 也 叫 推动这个 孙春兰去上海 就是上海 开始封城的开始 但是你看这一轮 情况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逐渐的感觉 这个 之前呢是动态清零网 往经济恢复这边摆动 那么前一阵子呢 各个地方从上海到北京又开始收紧 最近又开始往这边摆动 你可以反映这两股政治势力 在动态清零政策上的一种角力 大概是这样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今天这个聊天室 五毛多不多 五毛多不多 我看数五毛是有点多 观点与提问 中国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红线,所有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都可以退 有红线的是中共 而且只有一条红线就是掌握政权 这话说的很对 这是一条退无可退的红线 因为红线的一头吊着他们的命 这是对的 观点 明明很多人路上看到挂军牌的黑头车都在 都闪得远远的,也心知肚明解放军有多腐败 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 有次去开会,结果对方后面有中央级单位的十几颗星星 也来开会 几次见面后,问其中一位少将 现在打台湾应该很容易吧 对方说不容易 你们导弹很厉害,你们导弹很厉害,而且跟某国合作 导弹系统,也就是说不只是导弹厉害,而且 系统更强,强化了战力 所以两岸冲突不会有人置身事外,尤其是台湾问题是中美问题 不是两岸问题 当然项目没不敢碰 观点,小时候有打架的应该都知道 越是叫的响,越是打不起来,真打的一般不吭声,上来就干 而且三到五人打得最狠 所以谁喊的越想,越是不想打 情绪 昨天佩洛西访台 一个2000人的群组炸了 我实在看不下去 发出三个问题 工作找到了吗,房贷还完了吗 家人生病看得起吗 就算是天下 就算得到天下又如何 你们又不是造家人 你们还不是这样苦难的生活下去 群里立马哑雀无声 一阵悲鸣,其实让他们醒来确实很简单 让他们看清事实,一切都变得明朗 厉害吧,这个网友非常厉害 下手狠 非常狠 观点,刘宇棠说过,有一群人 身份比尘土还卑微,却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动物界找这种智障的生物根本 根本找不出来 说的就是小粉红 佩洛西美国三姐这种级别的人物,他们指指点点 他们99%的概率一辈子出国的机会都没机会出国 观点 独裁者也要支持者,以及无法 坑声的多数 才能继续下去 国民党当年就是被赶死的拉了下来,最后与台湾人民一起走向民主 中国规模大 难度非常非常高 加上现在的共产党 经济发展高度配合监控科技 配合历年磨练出来的狡诈 像愚公移山一样,感觉不可能 永远支持王老师等等,反战爱好和平中华的朋友,你们可以的 我还是那句话 看上去很强大 清政府看上去也很强大 蜻蜓训位也就是 很短的时间 三个月之内就训位 所以 清政府的军事实力 当时中国没有人可以挑战 袁世凯训练的新军 没有,战无不胜,共不克 但是清政府还是 清朝政府还是训位 看上去强大 不一定就能持久 秦国强大吗 秦国比 共产党还强大好吗 不是一样完蛋 对吧 情况 河北移动,上星期六发布短信通知 秦皇党全市范围内8月到8月31日 禁止放无人机,应该是开会了 应该是开会了 提问,请问王老师,民族主义情绪会压缩中共的决策空间吗 会导致他们做出不理性的决策吗 民族主义 中国有民族主义吗 中国没有民族主义 我都不承认它是民族主义 只是一种 只是一种不可描述的情绪 这种不可描述的情绪 是共产党对人民洗脑 煽动的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跟民族主义没有关系 主要是仇外,排外情绪 主要是 你讲他义和团情绪更准确一点 其实他们现在的这种情绪跟义和团 义和团时期的那个行动的情绪 没有任何的区别 代表着什么 第1代表着愚昧 第2排外 排外仇外 第1愚昧第2排外仇外 第3 无脑被煽动 蒙蔽 主要是被蒙蔽 所以他跟民族主义没有关系 你不能说一排外就是民族主义 不是这样 民族主义有其他的诉求 情况瑞士国家经济发展秘书处负责人接受瑞士时报 瑞士报章表示 如果中国对台动 瑞士会配合欧盟制裁中国并且形容制裁的力度 将比俄罗斯更甚 根据2019年瑞士银行公布的数据 中国人在瑞士的存款合共1万亿美元 早在几年前 维基解密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 近7省是中央级别的官员 制裁很好 公布名单 没收 就搞定了对吧 中共的利益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就是中共高层的利益 中共高层的利益就是这几百个 这几百个账户的利益 是吗 讲来讲去就这 就是这5000个账户的利益 直接把它没收掉 就搞定了 而且没收掉之后呢 中共连话都没得说 你怎么说 说啥 对吧 你肯定不是国有资产 对不对 那你怎么说 观点 佩洛西访台一事 似乎韭菜和粉红 好战的呼声没那么高了 我认为与国内最近封城银行存款拿不出来 烂尾楼 唐山女 徐州女 一系列事件有关 他们也在觉醒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可能很慢 但是还是在改变 令人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第1个 大家看到的所谓的好战 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 99% 都是五毛 五毛的工作成果 有没有人跟着起哄 有 但是不是主体 你看到的都不是主体 有没有有 后面有一大堆 但是 不一定符合他们的发言要求 所以实际上都是 整个评论都是处于空评状态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你看到的是真相 不是真相 是他们营造出来的效果 这是第1个 第2个 他们也知道 其实网信办后面后台旅行管理也知道 现在中国老百姓不是那么 不那么好骗 所以他都是 评论都是管控的 所以他也不敢拉得太高 他拉太高没有用 因为基本上谁都骗不了 只是骗一下海外媒体而已 所以你不信你每次只要 忘记的关掉评论 都翻车 所有评论现场全翻车 评论现场全翻车是什么意思 就是实际上那是真正的民意 提问 陈荣王老师上期所说 最近强制停贷效果明显 河南银行开始退钱了 按照中共70年一贯不讲事实 只要是群体事件 就群体消灭的做法 这是明显的转向 这无意识给 给了韭菜们一个信号 团结起来就可以办大事 内忧万患之际这么做 这不是给浑身窟窿的自己开了第1个自取灭亡的口子吗 以前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维稳 他现在这么做 单纯是为了经济非常时期的饮鸩止渴 纯粹的保党自救 还是代表一根筋的习已经失势了 都不是 都不对 都不是这两点 他 其实中共的 中共的调整 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唯一的原因是他手上掌握的资源不够了 原来资源很充足 经济上行 国力强盛 然后万众一心 万国来潮 那个时候那手上资源 谁有不同意见 打 灭 基本上 只要群体实践 就给他灭掉 那你现在经济下行 外交孤立 万国来潮根本就没有人 没人理 连印尼总统 去访华那带若上兵 带若上兵 那以前印尼总统理都不理 哪有这个 西方欧美国家才认真接待 这哪会 老婆都赔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肯定不一样 这已经变成这个局面 变成这种局面之下 资源没有原来那么多 那就要开始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的结果是什么 他这个仗一算下来 我们必须选择 群体事件 要选择代价最小的方案 来处理 否则的话我就盖不过来了 我的资源就盖不过来 盖不过来你就崩溃了 所以他为什么调整 调整是完全是利己的 他不是服软 他是从他的根本利益出发 选择一个方案最小的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个河南 春镇银行 河南春镇银行他不打 他怎么打 不打 这个趋离回去之后 第二天马上宣布我们给钱 5万以下 然后是5万到10万 10万到15万开始给钱 为什么给钱 400亿吗 400亿给 为什么 你要是不给 这件事持续闹 你想想40万用户 40万储户 这40万储户都是身家 都是身家姓名 存在里面钱都是身家姓名 但哪会跟你说打回去就完了 没完 这个没完 而且现在都是互联网 都串的 一家背后有十几家关联起来 你这一家出了事 这十几家都知道 十几家再传播出去 其他村镇银行还用混吗 不用混了 都去取钱 那就是1000多个村镇 1600多家村镇银行 都得报 你就不是400亿的问题了 也不是4000亿的 可能就几万亿的问题了 你搞得定吗 搞不定 怎么办 现在最低的代价就是400亿搞定他 反正我之前 抓了几个贪官 正好有钱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 跟习近平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关系不太大 是他整体策略 的调整 提问 请问王老师 中国有可能像蒋经国一样 和平民主化吗 还是只能像苏联一样解体 不知道 我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不是个政治家 我也不是个社会活动家 我也不是个政治领袖 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我只能根据我看到的情况 做出判断和分析 我没有办法进行 社会前瞻性的这种 预测 这不是我的工作 我做不到 我没有这样的学识 也没有做这样的研究 观点 经济崩溃的话 土共的统治就会完蛋 现在这个烂摊子 土共只会印钱 这是不对的 印钱没有用 为什么 印钱给谁 印钱给谁 对吧 你要知道印钱的给谁 有对象 为什么我们讲现在中国经济没办法救的原因 是因为需求薄弱 需求薄弱 你印的钱出不去 没有用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还是要 还是要听一下我们的财经节目 不能光听政治节目 听财经节目 我们就会 会对这个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为什么现在中国经济没办法 中共要让 要退 其中有个原因就是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 它动不了 如果你印钱能解决问题 它现在等现在 三年前就开始印好吗 印钱有多简单 对人民银行来说 填个数字 一个回车就出去了 大家别以为印钱就是印钞厂在印钱 不需要 那得印的多慢 比他快一万倍 人民银行在数据 数据库填上个数字就出去了 观点 俄罗斯打乌克兰钱做很多测试 而且人家很低调 美国情报 美军情报很厉害 开打前就通知 而且事先花七年 训练乌克兰军 但中共没有迹象 共产党 我还是那句话 独裁政权 办正事 千疮百孔 只有办坏事滴水不漏 他真的要打仗 打仗这是个正经事 千疮百孔 观点 民主国家内部矛盾冲突 在议会两党炒得不可开交 转移内部矛盾 然后让人民决定 什么叫转移内部矛盾 然后让人民决定 你什么意思 极权国家必须设立 外部假想敌 同仇敌开 转移内部矛盾 不懂你说什么 提问 新华社页面有外交部声明 解放军会做事不管 和九二共识是台湾同胞的福祉 并不直接提起佩洛西访台 请问王老师有何见解 我节目当中已经说了 他已经整个页面上没有佩洛西三个字了 他已经降掉 把调子已经降下来 往前听一下好吗 观点 佩洛西访台非常具有歧视精神 以一人一身之安危 印汉 极权国家 把中共放在火上烤 真是英雄主义的最好表现 有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但是你要知道佩洛西背后是什么 佩洛西背后全是最强大的军队 美军啊 开玩笑美军要保护佩洛西 这是美军的职责 佩洛西要是出了任何问题 美军的首领 提头来见 你想想 那是美国民意代表的象征 佩洛西是美国民意代表的象征 他能出事吗 美军会让他出事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佩洛西的座驾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的 权力保护 是这样的东西 不是他 单人单计 千里走单旗 不是这回事 当然你说 佩洛西他的这个政治决定 是不是有勇气 当然 这是有勇气的 在国内不是有人反对吗 美国国内不是 川普就说他嘛 就骂他 骂他去搞事 对不对 是他要有勇气 国内会有人骂他 骂他的人是什么人 大家知道是什么人 对不对 观点 经济越差 政治压力越大 通过制造紧张局势 转移国内注意力 转移矛盾 获取民众支持 习已经失去了10亿人的民心 所以不论谁上位 都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这才是真正的民意 谁上位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我反对你的意见 不论谁代替习 上位 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为什么 人民反对的不是习近平 人民反对的是共产党 不要以为人民只反对习近平 人民反对习近平 同时也反对共产党 为什么 造成今天的局面 习近平有直接的责任 但是主体责任是共产党 对吗 习近平是领导责任 负有领导责任 负有直接责任是共产党 共产党在运作这个国家 不是一个人 习近平一个人 他就总共10个手指头 他没长出11个手指头来 对不对 算上他脚趾头也就是20个 他能干多少事 大量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干的 是共产党整个系统干出来的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责任交给习近平来背 但是中国老百姓不会只任习近平 情况 继西瓜 大蒜 蔬菜 农作物 抵扣购房款之后 北京一些小区开始出现以横幅的形式 宣传学习强国积分购房 学习强国积分购房 可底线2万 都神经病了吧 你说这是神经病吗 提问 桌标深圳 今天普发银行跟招商银行因为 所谓的交易异常锁卡 股份值银行目前也不安全了 希望王老师推荐一下其他的安全存款方式 我推荐不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什么不安全 但是你说让我知道什么安全我不知道 这样大规模的锁卡行动对金钱的流动性 是毁灭性的 打击 为什么银行还要这么干 只是因为银行入不复出吗 共产党为什么不出事就银行 出手就银行 现在的银行 我的理解啊 因为 没有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 我的分析 我的推测 中国的各个银行都出现了流动性困难 那么出现流动性困难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银行 之前有大量的亏空 而这些大量的亏空本来是可以通过经济增长 然后你的获利 你不通过不断的获利 来弥补这些亏空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2018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拐头 开始往下走 开始进入下行状态 2018年到现在已经4年过去了 这些银行都没有办法把之前的亏空给填上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经济下行呢 它的整个银行的规模 资产规模开始下降 资产规模下降 水涨船高 水落石出 你水一下降 原来没穿裤子 屁股就露出来了 就是这个原因 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 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材料就讲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现在的债 国债 地方债 专项债 海潮一样的跑到债券市场 现在银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银行的问题是 他钱贷不出去 钱贷不出去的原因是外面没有可以符合条件的项目 带不出去钱在手上 你就亏钱啊 因为你还给利息啊 那怎么办 这个商业银行的钱有两个去处 第一个把钱存回中央银行去 叫超额存款 他手上钱用不完就存回中央银行 这是一个途径 但是那个利息非常低 利息非常低 覆盖不了的充管利息 他赔钱的 那实在没办法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是买债 那你大量的资金去买债 那你不买债呢 你钱就出不去 所以呢 商业银行的选择是什么 尽量的减少手上的流动资金 因为流动资金出不去 那我就去买债呗 大量的就是 银行的资金放在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利息也不高 那你跟商业运作那差很远 所以呢 他的利润很低 他的风险 就是他现在就手上的现金流就很低 现金流保持一个尽量保持低的水平 这样的话他可以少赔点钱 那你 全国各地的现金流都很少 那怎么办 盖不住啊 这个 杜切尔老漏出来 衣服老到这儿 你怎么弄 有的时候到这儿了 杜切尔盖不住怎么办 断卡行动 用这个来掩盖 他现金流短缺的问题 如果真是断卡行动 公安部要出来跟大家讲 我们最近要断卡 大家注意一下 一句话就搞定的事情 但公安部不出来讲 为什么 跟他没关系 公安部不出来讲 跟他没关系 人民银行公安部应该出来联媚开个记者会说我们最近要 查这个反洗钱运动 我们 各个商业银行可能会出现断卡 就是这种现象 大家忍耐一下 一句话就讲完了 大家都不就相安无事 断卡就忍一下呗 不 他不开 不开这记者会说明什么 这是跟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不就 就是这样 那么共产党救不救的了 救不了 为什么 商业银行这个现金短缺并不是说 他要解体 他要破产 并不是这样 有些可能技术上已经破产 有些不一定是技术上破产 他只是做一个商业上的决定 反正我用断卡能够掩盖 能掩盖就掩盖 就是这样 情况 大学有开始出就业 我们一个排名300多名的 300多名的普通二本 全校本科就业率达到了72%以上 年年造假 今年特别假 情况 坐标深圳普发 招行索卡 是股份支银行 OK 希望王老师能给我们一点安全储蓄的办法 其实这个跟安全储蓄没关系 是这家银行 他现金流困难 现金流困难 他也不全是这样 那我也不知道能够怎么 这是是不是社区安全储蓄 不一定设计安全储蓄 设计安全储蓄就是你前方的这家银行 存在这家银行 这家银行有存在倒闭的风险 那当然 村镇银行跟中小银行你都不用想了 什么地方的 什么渤海银行 这些银行你都不要存了 这些都是高风险 中小银行加村镇银行 加什么农商行 城商行 这些都不要考虑 你把这些排除掉 其他的再考虑吧 好不好 观点 听王老师的财经分析很有帮助 尤其是结合中美两个大国的经济形势 确实很有帮助 谢谢 观点 认可王老师的情况 说的情况 近期官方媒体只要敢 放开评论 最后的结果就是翻车 情况 推特上最新的消息 佩洛西预计 明晚10点多 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晚间入驻信义区的军越酒店 那个我去过那个酒店 整个行程除了要与 蔡英文总统会面外 还将于3日上午 与台湾政要高层会面 并于当天10点左右搭击离台 差不多是这样 还要去立法院 观点 问问 因为他是国会代表团 去立法院是个合理的安排 问问上海封城时那些挨饿的民众 他们为什么吃不饱 民主不能当饭吃 没有民主可能连饭都没得吃 对的 观点 现在东北某省的财政收入已经收不到 收不到很多了 多少了 开始搞灰色收入的人群 听说公安局的工资 只 下来一半 很快全国的四线城市开始会大量的选择性的抢钱 没有四线城市 什么四线城市 我们上次讲 讲这个东北的 东北的一个城市叫什么 我脑子边上 就现在各个地方政府 开始罚钱 各种罚钱 交通违章罚钱 各种罚钱 一个江西 一个是东北 都在干这种事情 为什么 没有啊 你想一下 以前是这样的 国税地税分开过 分灶吃饭 那么 主要地方政府的 做法就是地税 想办法去搞企业的钱 那么税务局就搞 税务局搞很容易搞 一搞就搞一堆 后来呢 习近平上来之后呢 就把这个地税局给取消了 就是国税地税合并 就全部都是国税 地方政府一下子 把地方政府的钱耙子 地税局就钱耙子 把钱耙子给 给收了 那怎么 那怎么办 那就搞从消防开始 从公安 消防 市场监管局 市场监管局 工商局 等等 就开始 然后这个 罚钱 很多地方政府 特别是第四级的这个市 罚钱 一个城市罚一年罚个十几二十亿很正常 就是这样 那就是民抢 直接就是民抢 那就就是这样 地方财政收入现在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 7月份你看一下 7月份 PMI又又开始跌了吧 6月份该上 刚刚反弹一点点 反弹一点点 7月份就开始跌下来 情绪 恭贺王老师频道在线观看人数突破22000 谢谢 OK 有22000 哦 真的 OK 鸣谢 一颗打破石头的蛋 谢谢 James Y 谢谢 Yokiko Kajita 谢谢 Tobi Su 谢谢 阿玉利 谢谢 天天动态清零 还想给他的国 国画啥红线 给他的国画啥红线 OK Takiya Ma Lin 谢谢 Alice 谢谢 坐标北京 今天上午80多岁的母亲坐公交车 去退休前的单位参加活动 平时老人家很少他坐公交车 上车后对各种扫码不熟悉 司机不开车 跟车保安在旁边嘀咕 然后司机让老人家下车 否则不开车 无奈老人家下车后打车去单位 到单位后和老同事交流 发现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 如果我在场 我就会问公交司机 你还是人吗 我想问问我党 你口口声声为人民 为人民 为人民服务 这个为人民这个为连个公交 公交设施老人都不能使用 大量的80多岁的人每天排队做核酸 而事实上这些老人很少出门 但是不做核酸寸步难行 所谓动态清零是 特指为了老年人的利益 我不知道哪个老年人能 能够以被囚禁的态价支持这个政策 之前我还无力反驳 为了老人老年人 现在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不要 这就是我党的伪善 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如果每个人都贡献一点点力量 如同蚂蚁柱第一一样 一定能成功 这也就是觉醒过程 辛苦王老师读这么长的文字 请王老师喝咖啡 OK 谢谢 观点 感觉中国最少七成老百姓还是相信共产党的 有意见归意见 但是还是逆来顺受 或者是也没能力改变 中国自古崇尚帝王思想 一朝一夕改变不了 尤其是文化不高的老百姓 中国绝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出过国 也没有翻过墙 也不知道还能像外国人民那么生活 小粉红是极端的一部分人 也不少 等他们自身遇到一些不公的待遇 也能慢慢的转变吧 粉红和非粉红的极端言论都是不正常 也是不理智的 基本上讲的是事实 就是说 中国至少有 有70% 七成的 老百姓 是相信中共 这个我相信是 和现实是比较符合的 但是 但是 这七成并不可靠 这七成并不可靠 这七成的比例呢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千疮百孔的这个长城 这个防火墙 封柱 这个防火墙封柱是封柱真相 封柱信息 然后关起门来洗脑 的结果 只要一旦 这个墙 崩溃了 这七成人马上就变了 大家看一下台湾就知道 很多人说台湾规模很小 台湾2300万人规模很小 吐口汤把你淹死 国民党以前给台湾人民也是洗脑 所以以前报警 为什么有报警 报警也就是关前门来洗脑 周时联合两个帮共产党国民党洗脑 但是报警一取消马上就不一样 台湾本土意识就上来 民主化的追求就上来 马上就开始改变 所以其实 洗脑这件事情是很可怕 你看结果很可怕 因为他掩盖事实 掩盖真相 但是洗脑也没那么可怕 他那么容易被你挣着洗 那么他那么也就那么容易反着洗 所以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就说你要是讲 讲这个 牢不可破 你看上去每样东西都牢不可破 但是如果你讲去崩溃的话 每个地方都在崩溃 只是看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 不要看 这个叫什么 不要看这个当今圣上闹得欢 就怕将来拉清单 这是习近平自己说的 提问 请问王老师 我和爸爸妈妈说不到一块怎么办 他们说我忘恩负义 叫我去 革命烈士纪念馆走一走 我和我妈一聊这方面的问题 我妈就激动 就维护共产党 党国也不分 不相信我 抨击我 否定我 真的无奈 你就别跟他谈啊 你跟他谈干啥 你就让他待着呗 让他安堵晚年呗 我是这么觉得 没有必要去跟他去争执 因为你改变不了他 改变不了他就不谈这个 我是这么干的 我是这么觉得 当然我妈不需要我去说 因为我妈在天国 提问 习上任之后房地产暴涨 国有企业越做越大 政府与民争利 加上清查贪官 民心 黑恶势力 还有地方豪生 想办法法办他们 没收他们的财产 这十几年来这么多的钱去哪了 为什么国家和政府还这么缺钱 这就是 这就是看到了 看到了表 没看到礼 钱都被习近平拿走了 习近平他的下属拿走 你以为他 那些东西都上哪去了 都被他们给贪了呗 打贪官是为了什么 为了他自己贪 观点 打仗首先需要大规模的后勤补给 动员 然后是军队大规模的部署 这些至少需要几周时间 如果有这么大的动作 全世界都能看到 是的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在这里再次推荐我们的Patreon平台 我们Patreon平台有网友说 不愿意看广告 那你就参加我们的Patreon 视频下方有我们的Patreon 频道 另外Patreon平台提供音频服务 那么开车上下班的网友可以 可以试一下我们的音频服务 好 谢谢